好,說了一套廢話的,當然是說一套 真的拿槍去打仗啦 真的拿槍去找食的人啦,我們當然要這樣說 军火雷王,Yodomungundo 這套就源自小說,不是,是漫畫 其實原著畫的話就...畫風就不太多人接受到 不,我覺得像什麼城市? 好像蒼天行路一樣 即是同類的啦,漫畫好恐怖,動畫好似正常的那種 不,有點像什麼大蘇洞那一套,有沒有看? 不,不像那個風格 不像那個風格,它有點像... 草料的那些 有點微色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像西部那種感覺 西部仔的那種感覺 那故事就說其實... 是一個軍火商 對啦,呂主角是一名軍火商 總之都是...如果你定義來講 他們都是壞人來的 以一個... 以一個... 調子報數的家族都是做軍火的 沒有聽一點是一個商人 沒有聽一點是...基本上不疾手對 你坐啦,是一個service provider 那他其實... 他用的視覺都是用... Coco 和... Yorna Yorna兩個的視點 去看整個故事 因為兩個視點 因為... 營商、策略上的對決 就是... 女主角負責啦 而Yorna 就是... 戰鬥那方面 或者是成長 因為他自己是少年兵來的 他的經驗未夠的時候... 他是一個... 很有實力的僱傭兵 是 但... 應該在... 戰鬥力方面 但是你說好像戰術 或者做人處世 就不夠其他七位老手來的 就不夠其他的成員 這麼老練啦 就是... 都是一個... 新手啦 叫做... 都不算是新手啦 應該說... 在... 他是... 不習慣... 我意思是... 可能是實戰上的新手 不是... 他是... 不習慣... 可以被人送屍的士兵 他不習慣打隊伍 他習慣是打... 就是打個人戰的 我簡單說 就是... 他... 就是... 為了... 保住自己的命 殺死所有的敵人 很簡單 但是... 去到... 軍火箱這裡 不單要做殺人的東西啦 很多時候是做一些... 可能是一些... 戰術運用啊 或者是... 威脅啊 威脅啊 就是... 總之會有很多不同的... 戰鬥 所以... 其實他... 在這方面就不夠老練的 其他... 就像... 支援他嘛 有追擊手啦 有白兵戰的高手啦 有彈判專家啦 有彈判專家啦 有電腦人啦 有桑通啦 各式各樣的... 成員 不同的人 他還沒講完的... 對啦 還沒講完的 說了一點點 那... 最主要是講一下Coco 他那個... 軍火的生意 Selling Peace 究竟怎樣去維持這個組織運作 對啦 其實... 其實... 他都不會寫到什麼 最重要是說 有... 有需求... 我就買的啦 所以... 他有一定的堅持 就是... 他有一定的底線 但是... 他的底線其實都很... 我都覺得... 底線就是... 不要蝕啦 而且... 你... 他買完給這些 他會買回到另外一邊 買回到對面 對啦 因為... 就是說... 解釋很簡單 你們不打我哪有錢收啊 不是很簡單 你戰力不平衡 那我就... 我... 那我就... 很快戰爭就結束的時候 那我就沒有生意了 對啦 所以... 這個也是很多... 軍事類的作品裡面 所謂的第三方勢力 的... 問題就是說 就是因為你們打仗我才有錢賺的 你們不打我才沒有錢賺的 所以他偶然... 這個我想... 去到後期 其實你說... 這本... 漫畫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就是說... 涉及一些就是... 他們去... 挑出來的東西來的 其實... 可能沒有... 沒有關係 本來沒有事的 去生一些事出來 對啦 真的沒有事生非這樣 那都有這些 那當然你說去到... 我就... 看到... 之前我看到... 我不知道第四 還是第二 你自己看漫畫 對 看漫畫 他好像說完的了 好像說會完的了 我好像就看到了 第六期了 那就是... 基本上... 第六回到第六期了 如果漫畫六期 其實那份量不好 他漫畫全卷了十一期 我只看到第六期 我就怕他沒有看 因為太慢 因為他月刊新地出 因為太慢 而... 我看中文版漫畫 又好像出得很慢 所以我看到第六期之後 我就掉了 嗯... 但是中間裡面 已經開始穿襲了很多 嗯... 不單是要打 就是開始 Coco那邊那個 的... 氣氛會重了 嗯... 還有會有其他 的... 角色的出現 所以其實... 之後... 不會說沒有好像... 我想... 無論是動畫也好 或者... 漫畫的 都沒有可能說 開頭這樣就... 打一場就... 會看到很多軍火的東西 對... 我覺得他們吸引冷精 最少要打一點給你看 那就是 嗯... 就是槍的方面 你可以說 就是他們... 看到的 都有留意細節 都做到的 都有留意... 都有留意用槍的細節 最起碼要保養先 大哥... 槍鞋不用保養的 要... 當然有沒有看軍火少女的 你的相機有沒有保養呢 就是槍鞋少女 那一套 嗯... 他們應該很享受 讓他們拿著 應該... 哈哈哈... 先說一下 好...繼續 那... 講一下角色 大家覺得角色的表現 如何... 先數造先 我覺得 我... 我最少覺得他們 暫時 因為他們介紹的角色 暫時... 現在應該只有三、四個而已 嗯... 比較深刻會有四個 扎單眼女 大叔 Yona 前期這幾個角色 都是比較出的 前期這幾個角色 暫時會介紹這四個 例如說你最新那一集 或者是之前打... 叫他鏟點 那一集 老闆叫你們去狩獵啊 那整車的班人就 狩獵啊 正啊 打啊 那你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特別的 狩猥的狩獵啊 是啊 所以你還沒有說他們那幾個人 我唯一的感覺就是 他們那幾個 那幾個呢 就是... 屬性呢 基本上不會有怎麼重複 都OK 我覺得 就是各有特點 各有特點 因為你看到一個大叔 可能很冷靜 或者這樣說 雖然好像剛才說 嘩 一十月之後那個人好像瘋了 那樣 但是... 你會見到就是 他們會有兩面 即是他們 不是單純的殺人 恐怖法子 通常那些就是 脫離不了 正常 他們一不打 正常生活的時候 他們會有另一副面孔 但一上到戰場的時候 他們會有另一副面孔 即是說應該是... 即是他不跟最新一集的交響影片 應該是工作時工作 不是工作時應真工作 有氣時有事 即是這份是工作 他們工作他們必須要有這些東西 即是他們不用做 不用做事的時候 就是... 輕鬆一下 就是周圍找人玩 或者玩 或者玩 買衣服 買酒 他們是整班窄 放街 就全部都在你們那裏 都在你們那裏 他們其實... 不是... 不是... 這個有留意的 他們不是... 即是他們不是那些... 正規人士 正規軍 正規人士 整堆槍 老實講 他們個個都大槍在身 即是你通界走嗎 通界衣槍經常都 即是他們都會留在基地上 其實... 偶然都會看到一些 就是... 即是應該說... 站桿 你可以說哪個人是... 榮耀奇 那些東西 其實... 這些是很... 他做到很... 理所當然的 但其實你... 很多作品都是不留意的 每個人都可以... 晚上睡覺 突然聽到有聲音 就全部都放在身上 在第一二集說 你這樣都睡得到的 所以... 這些... 他在細節上會做到的 他真的做到一些 熔兵的細節出來 至少你會看到他換彈 即是他真的會換彈 即是他真的會換彈 你不是很多套動畫 是一些無限射的 無限射的 手槍 本來是陸飛 不用上彈 就是這樣 是啊 還有一些... 所謂的掩護攻擊 那些什麼 還有... 打八兵戰的 即是... 突然間你一條槍... 即是... 突然間你一條槍... 即是一條槍... 即是一條槍真的打八兵戰 即是...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 即是... 專長的崗位 即是他們可能... 都不是說不懂用槍 但都說... 喂... 我在這個姿勢裡面... 即是信任... 整個謙裡面... 你是Slyber 我就信你是Slyber 你是衝鋒的 你就是衝鋒的 就是白兵戰的 不是... 羅羅的就是... 我不用打的嘛 其實... 即是... 我的信任就是... 我就是要做... 就是... 衝鋒的工作 其他東西交給人 而且他就是... 他負責賺錢的嘛 因為... 其實他沒有說過... 他戰鬥力如何的嘛 他可能很厲害都不喜歡 他被人爆瓶 那一刻是心理戰來的 幾好啊 他這些... 他現在暫時... 是不是3集 3... 3集 他現在暫時... 一集都是一個單元式的 但是... 我覺得那個單元式... 不... 下集都是... 成家分這樣 因為... 他漫畫其實... 他開始都是一些單元式的 然後... 將一些角色... 穿插去到... 之後... 去到一些比較大型的戰爭事件裡面的 其實都會是這樣處理的 然後... 其實最主要都會是講... Yorah的成長啦 然後... Kogo怎樣就... 應該... 其實最主要... 我好奇後... 反而... 我好奇後... 後面會不會有人死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但... 反而... 他集中... Yorah的位置會比較多 因為始終... 他成長的幅度可以大 Kogo其實... 整個... 建構... 已經是建構了出來的 就是... 最多是後期裡面... 可能有些轉變 但... 不會影響他前期的建構 所以... 比較多都是跟其他隊員的互動 因為... 他現在都是新仔來的 新入這個組織 對... 一個新仔 在這個組織裡面 所以... 借他的視點... 同時可以... 令到他成長之餘 可以介紹其他角色 所以... 那個處理都... 當然... 我覺得... 比較多人... 因為... 除了你說主題之外... 就是畫風 畫風 對... 不是那麼多人接受到這種 我想... 他們是不接受... 是不接受女兒的樣子 那... 當然你說主角... 大叔的樣子就是這樣 Poco的樣子是比較... 好像尖... 尖的那些... 對... 就是... 怪獸的樣子 其實是邪氣型的那些 而且... 畫風又說不到... 邪氣型的... 那些覺得... 比較圓... 因為比較尖 不是以我來說的話... 不蒙的... 就是這樣... 我覺得... 這套不是賣蒙的... 其實... 不是賣蒙的... 其實... 這套賣故事的... 賣故事的... 賣性格... 最後講一件事... 他的OP... 不是嗎... 差不多了... 他的OP... 他的表現... 那個槍下感覺非常好... 即是... 那些折袖配合... 然後... 機關槍... 然後... 那些... 做得好... 始終他賣... 他賣點是槍... 他賣點是槍... 因為他賣軍火... 就是很多時候會介紹一些軍火的... 東西... 說... 這些... 武器... 他有講過槍下的東西... 就是會講那些東西... 那你對槍有興趣... 其實我都不妨看這一套... 其實... 嗯... 對槍有興趣... 有另一套... 對女兒有興趣... 你不是對槍有興趣... 其實... 但是第三集... 那個故事... 都好像比較奇怪... 因為... 出了... 交響二人組出來... 是的... 但是他的戰鬥... 我覺得很奇怪... 那他會被人撥... 我覺得最奇怪的那個位置... 是... Yonah... 他衝出去... 跟對面那個眼鏡大叔... 對著... 我自己射了... 大家一槍都不中... 一槍都不中... 一槍都不中... 脫靶喔... 而且他不知道... 應該拿一個防暴盾... 兩個都神人... 但是兩個都射不中... 那一幕是幾奇怪的... 有... 他拿的是衝空槍的... 我沒記錯... 衝空槍是不准的... 他後... 其實... 那個大叔... 躲在他... 大叔不是拿衝空槍的... 這個是... 可以套租... 但他其實是一個偷襲的角色... 你槍偷襲... 其實一槍已經OK的... 以他們那種... 就是經驗來講... 但是他這樣射... 拿一個防暴盾出來擋... 我覺得... 比較奇怪的... 這裡... 殺氣... 有殺氣... 對啦... 那這套我想... 就等他完了之後... 所以回到來一次講... 看看他的... 其他的每方面的表演... 在戰爭方面... 這套也... 暫時都幾期久了... 對啦... 好...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 那我們去下一套... 好...